Hello,大家好,我是财智小叮当 上个视频我们分享了财务自由之路 七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一千万 这本书的上半部分 今天呢就来介绍下半部分 如何通过六个阶段做到七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一千万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用动画的形式 分享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 会聊一些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也会介绍个人理财的常识和简单一行的启动方案和坚持的技巧 最终的目标呢是让每个小伙伴都能做自己的投资经理 对上面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订阅小铃铛关注我的频道 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阶段债务 债务并不都是不好的 也分愚蠢的债务和明智的债务 愚蠢的债务呢就是消费性的债务 用未来的收入支付现在的消费 这种债务的目的是满足即时的欲望 可未来的收入还没有到手 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 想一想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消费性债务会带来什么吧 明智的债务 资产性债务 而如果是因为买房或者设立新的企业 扩大规模或者占领市场而发生的债务 反倒是明智的债务 这是因为这些债务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带来更高的回报 尤其对普通人来说的购房贷款 有可能是普通人一生当中能从银行借到的 利率最低金额最大的资产性债务了 在对待大额债务方面 博多提出了与我们惯性想法非常不一样的建议 尽快把欠款全部还完 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而作者博多则建议 千万不要将你能存下数额的50%以上 用于支付债务 因为在千辛万苦积攒还钱的过程当中 个人体会到的是痛苦是压力 而如果还钱的同时还储蓄的话 这才是真正能够激发我们动力的目标 同无负债者相比 你需要的只是更长的一点时间 但依然能享受到生活的基金和幸福 而不仅仅是痛苦与压力 战胜债务的最佳方式就是积累财富 第二个阶段储蓄 使人变得富有的是储蓄而非收入 没有人能仅仅通过挣很多钱就变得富有 财富产生于你对金钱的留存 为什么储蓄如此重要 因为储蓄是一种健康的财务习惯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困境 我们的处境永远都不可能比今天更轻松 我读了很多个人理财方面的专业和经验分享类的书籍 几乎每本书都在强调储蓄在我们财务自由生涯中的重要性 我也一直致力于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信息当中 寻找不变的个人可以持续进行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习惯 毋容质疑的是储蓄一定是其中之一 关于储蓄的重要性和我们储蓄的原因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收入是财富吗 五不实现财富自由 而关于储蓄的方法 如何既能保证钱可以随取随用 又不损失太多的利息 大家则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如何利滚利 八种储蓄打法总有一种适合你 如果将储蓄比作使我们进入财富世界门票的话 那富利无疑则是一座电梯 能让我们更快更稳的到达想要去到的财富终点 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个了解富利力量的储蓄小游戏 第一个月往储户里存五分钱 同时也开始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给自己一年半的时间 第二个月翻倍 也就是存一毛钱 接下来的每个月都存入的钱 是上个月存款额的翻倍 18个月之后 你将会得到6553块6毛钱 而你的新收入来源 应该也已经开始盈利了 这个时候呢 拿出三分之一的钱来奖励你自己 剩下的钱则可以用于投资 这个实验既能帮助你养成储蓄的习惯 还会让你有紧迫感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同时也会使你清楚地了解富利的威力 三 决定收益的因素 影响富利的重要因素只有三个 时间 利润率和投入 为了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三个因素 对于收益的影响 我们以12%的高利率为出发点 我们先看看时间是怎么影响收益的 如果从30岁开始每月存200元 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 在65岁就有1035,992元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数额 就是因为你让金钱为你工作了35年 如果从45岁开始储蓄 就只有20年的时间 如果你同样还是想实现103万元的存款 按照12%的年利率来计算 你就必须将原来每月200元的存款额增加6倍 也就是每月1200元 如果从55岁才开始 你就只有10年的时间 要实现同样数额的存款 每月的存款就需要超过5000元 所以要赚到103万 你需要35年每月存200元 或者20年每月存1200元 又或者10年每月存5000元 开始的越早就会越轻松 而且为你的孩子储蓄吧 同时将储蓄的概念交给你的孩子 利润率和时间是同等重要的因素 咱们开始以对比的方式来看看数据 你就会发现利润率有多重要 7% 12% 15%和21%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的巨大 假设你坚持月存100元超过35年 那么在年利率分别为7% 12% 15%和21%的情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呢 7% 7%的时候 12% 12%的时候 15% 21% 当利润率增加了5% 收益增加了3.14倍 当利润率增加了214%时 收益增加了6.46倍 当利润率增加了300%时 收益增加了28倍 对了 还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就是用72除以利润率 其实就是资本3倍所需要的年限 相信通过以上数据 你肯定知道了利润率有多重要 而且拥有的时间越少 利润率就越重要 在我们有了一定的本金之后 提升利润率就是重中之重 难吗 难 但是很值得 本金是开启财务自由之路的钥匙 那咱们看看钥匙的大小 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收益的 我们已固定7%的利率 看看如果本金是1000元 5000元和1万元的投入时 连续投资10年收益会怎么样 当本金是1万元 10年之后收益是 当本金是5万元 10年后收益则是 本金是10万元 10年后的收益是 本金的投入提升 对于收益也是显著增加的 本金增加的倍数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 带来的收益率也是成比例来去增加的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 这些数字对比的时候 是很震惊和惊喜的 震惊的是 原来看起来微博的本金 有了时间和利率的加持之后 竟然真有威力 惊喜的是 在这三个因素当中 只有时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而本金可以通过 提高收入的储蓄比例 开源节流的方式来增加 运人率则可以通过学习 金融经济和个人理财的知识来提升 在财务方面 掌握自己人生的自由 大概率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也就有了这个频道的创建想法 希望在自己学习了解的过程当中 也能梳理出 对自己帮助非常大的知识和时间经验 分享给到大家 让每个人都有能力 做自己的投资经理 第四个阶段 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 以为更多的本金做储备呢 展示自己的强项 金钱和机遇 并不会应需求而产生 而是应能力而产生 永远不要将你对自己的怀疑 告知任何人 要展示自己的强项 你的强项往往会为你 争得更好的报酬 关心自己的义务 而非权利 这样的观点 能使你极大的取得进步 你会挣到更多的钱 你会成长 并且感到满足 因为你做出了成绩 而非只是要求别人提供结果 刻不容缓地去处理事情 尽可能快地找手去做 做得多 做得快的人会犯更多的错误 但是也更快地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 不需要将事情做到完美的程度 完美意味着停滞不前 不害怕犯错的人会追求卓越 世上不存在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所有值得你做的事情 都值得你好好地去做 不管是写一封信 回个电话 还是给家人准备一顿晚餐 请坚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件事 并享受其中 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 承担工作领域之外的责任 让自己受到关注 勇于承担责任 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 勇于放弃和下放权利 让自己成为专家 如果你做所有人都做的事情 那么你也只会拥有 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 找到你想深耕的领域 朝这个领域的专家方向前进 不要围绕着已有的客户来建立业务 应该围绕着你想要发展的客户 来建立业务 如果你是个个体经营者 自己给自己发一份固定的工资 建立个人存款 这样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工作 使你的动力变得更强大 定期分析你的收入 定期为你的能力 经历 影响力 知名度 创意来打分 并进行改善 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主要的收入来源有 产品价值 知识服务价值 创意价值 分析在这几个方面 自己可能提供哪些价值 将精力 集中在收入丰厚的活动之上 永不止步 不要停止增加收入 直到积累了足够的资产 可以仅靠利息生活 在每一次实现小目标之后 都奖励自己 每周都要有休息日 每年都要有度假 当自由开始的时候 只做那些能使你快乐的事情 第五部分 投资者应该学会区别 首先学会区别投资和投机 区域银行存钱的人是储户 并不是投资者 投资者会使自己的金钱 显著的增加 投资者从购买投资产品起 就开始获得收益 而投机者是等到卖掉产品时 才会获得收益 一笔投资是从最初开始的时候 就会定期获得收益的 只要没有获得收益 那么你就只是投入了金钱 但并不是进行了投资 投机其实并不是坏事情 坏的是 你实际上做着投机的行为 却认为自己在投资 投机可以让你获得成功或是失败 而成功或失败 并不是你能左右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将无法影响结果 区别负债和投资 一个关键问题 就会使得这一区别更加清晰 金钱流向何处 是流向你还是远离你 如果金钱远离你说明这就是负债 如果金钱流向你那便是投资 现金的流向说明一切 负债使金钱最终离你而去 投资则会增加你的收入 一处自己居住的房子或者公寓 其实并不是投资 而是债务 而能够带来比通胀水平 更高收益率的出租房产 才是一项投资 同时还要确定 你在这套房子上的花费 要远小于你获得的租金 区分货币资产和有形资产 货币资产其实就是以钱来投钱 它的缺点在于通胀和税费 占去了大部分本就微薄的收益 而它的优点则在于 这项投资相对比较安全 而有形资产是指将资金 转化成为固定资产 比如买房 入股 企业 股票 资产等重大的资产 有形资产风险比较高 对相关知识的要求也高 但同时也会带来高回报 在投资决策中真正的问题在于 我要如何分配手中的资金 没有人能既追求财务自由 又保证绝对安全 自由和安全是相互矛盾的 追求自由的人和看重安全的人 完全就是两种人 后者愿意牺牲自由 换取更多的安全 追求财务安全程度越高 失去的财务自由也就越多 所以追求财务自由的人 必须承担风险 而安全也不是绝对的保障 自由同样不是无拘无束 分散投资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 因为不能 所以几年后 我们才能回头看到 哪些投资是最成功的 因此除了分散投资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来平衡收益和风险 区分普通投资者和投资家 普通投资者关心的是平均水平 比如他们通常会问 这些产品在过去的五年 十年或者二十年的 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平均水平的产品 完全符合一条缓慢的理财道路 但如果想快点财务自由 那就必须比普通投资者 极高一筹 普通投资者大多只有 在牛市的时候才能盈利 熊市时他们就只有一个选择 等待市场好转 投资家则在不景气的时间段里 也不会无所事事的等待 他们会继续进行交易 而这需要很多的时间 和专业知识来支撑 投资家把犯错看成是 成功的必要部分 普通投资者则不喜欢犯错 他们将其看成是个人的失败 真正的投资家 持续从交易和市场中学习 并且会花很多时间在投资上面 第六个阶段 财务保障 财务安全和财务自由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 有两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降低要求或者增加财富 聪明的人会同时给自己创造两条路 财务保障是当你没有任何收入时 依然可以维持你同等生活质量 所需要的储备的资金 需要多长时间的财务保障 取决于你的财务保障需求 和你的乐观程度 有了这层保障 你才会在任何意外的情况之下 依然能够轻装上阵 放心前行 这笔保障是你内心最踏实的安全感 如果意外来临时 还要面临财务危机 或者因为财务问题而妥协 这才是真正的不行 为这笔钱选择一个安全稳固的投资方式 这笔资金的首要作用是保障 而非收益 除非遇到紧急情况 万不可动用这笔钱 更不可以把它用作投机项目 一旦实现自己的财务保障 就应该将所有可用的资金 用来投资 实现财务安全 财务安全意味着 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 使你可以靠利息来去生活 计算出你每年所需要的开支 也就是每年需要的这颗金蛋有多大 由此可以算出 要养一只多大的德 你需要足够的资金 并且合理的投资理财 让这笔资金 每年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利息收益 保障你的正常支出 谨慎起见 假设8%的纯收益 计算出需要多少本金 来达到财务安全的公式 每月所需要的金额乘以150 就是财务安全所需要的资金总额 想想看 如果有了这笔财务安全所需要的钱 你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何种程度的改变 你还会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吗 相信你会给到自己吓一跳的答案 早点开始吧 尽快积累这笔必要的钱 因为我们只有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时 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财务自由 在这条路上有一条重要的原则 永远不能杀掉你的鹅 你也不能将它切成小块 绝不能动用你的本金 你所有的梦想都要借助金蛋来满足 这意味着你的金蛋必须达到足以承担你的梦想 财务自由很难实现吗 是的很难 但是不去实现财务自由则更难 海因茨科纳在约翰尼斯中写道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这种希望 离开沼泽 生活在阳光下 然而对阳光 自由 以及对自由的恐惧 使我们坚守在自己习以为常的环境中 这个环境使得我们觉得恶臭熏天 死气沉沉 暗无天日和颓废堕落都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往沼泽里下沉 在沼泽中度过每一天 都会使我们更难离开沼泽地 是的 每个人都在忙着如何更好地消除恶臭 如何更好地忍耐 粘稠肮脏的泥浆 如何以最舒服的方式 度过这段逐渐下沉的时间 然而 每一个知道答案的人 都能够自己承担起责任 并寻找通往阳光的最佳道路 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财务自由的 更是关于掌控自己人生自由的书 在规划目标 执行计划和落实方法方面 都给出了很中肯的建议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 全清销量近千万册 相信给了很多人启迪 希望这两部关于财务自由之路的解读视频 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啦